他曾是联合国最强势的秘书长 处处针对美国的霸权 让美国对他恨得牙痒痒 但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他和萨达姆一起抽血架 和小布神你弄我弄 谈笑间就解决了美意之间的矛盾 他在任期间还曾七次访问中国 呼吁各国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 他是如此的有魅力 甚至人们都忽略了他的肤色 去世后的他还受到了全球各国的哀悼 这个人就是安南 1996年 美国主动推荐了一名叫安南的非洲人 来当选秘书长 当时大家很不看好安南 因为他是美国人推荐的 怀疑他上台之后 可能会为美国开便利通道 美国本以为他们推荐的人 可以顺从他们 但没想到安南还是硬刚美国 自从安南上台之后 面临着全球最混乱的十年 全球各国不少地区都发生了战争 而安南就扮演着消防员这一职位 到处飞到战乱国家 希望能以自己作为交流的桥梁 来停止战争的进行 当然全世界发生的战争 几乎都有美国在后面作为推手 安南虽然是美国推荐的 但在这种大师大飞上 从来没有忍受美国 反而多次批评美国的越权 指责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内政上面 指手霸脚 这可把美国可气坏了 九十年代末 美国以伊拉克在制造核武器为由 准备对伊拉克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 安南见此情况 并力排众议 执意要去伊拉克见萨达姆 希望能阻止这场战争 于是安南来到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并顺利见到了萨达姆 在安南小之一力 动之以情的言语下 萨达姆同意了 让联合国来检查核设施 并成功化解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 避免了一场战争的发生 这件事出来以后 萨达姆称安南是一个勇敢的人 而美国也称安南是最为出色的联合国秘书长 但是安南这次的外销 还是没有完全阻止美国向伊拉克开战 在美国准备再次向伊拉克开战前 美国就邀请安南来到白宫谈话 十月美国总统小布神就明确告诉安南 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我们也要做我们的事情 当炸弹落入伊拉克境内时 安南就知道这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战争了 最终美国发兵灭亡了萨达姆的政权 安南在之后讲述这件事时 承认这是自己最失败的事情 他曾是联合国最强势的秘书长 处处针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自从萨达姆政权灭亡之后 美国与安南的关系每况愈下 甚至已经达到了兵点 安南就多次在联合国上抨击美国越界的行为 是违背联合国的精神 但美国可不会管这么多 他们只想着让自己获益 2004年 安南与美国的关系 因为伊拉克战争的问题急转之下 美国决定对安南做出反击 在当时战争结束后 伊拉克正处于重建时期 联合国便推出了石油换食物的活动 用伊拉克的石油来换取各国的援助物资 但没想到在美国的诬陷下 安南的儿子被牵扯其中 一时间联合国被指控是贪污的象征 这极大的影响了联合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而美国则继续对安南进行施压 希望能让安南辞职联合国秘书长 但安南还是顶住了压力 面对媒体的质问 安南公开对全世界道歉 但好在各国领导人看到了安南之前所做的一切 并不相信安南是一个贪污受贿的人 所以便继续让安南完成自己的任期 直到2006年 安南第二个任期结束 离开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 接任之后的安南并没有殊殊夫妇的养老 而是继续关注着世界的大事 并且还多次反驳美国的言论 就连美国媒体都称安南为最勤快的秘书长 足以见证 安南在维护世界和平这一世上有多么的关注 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 安南与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好 在任期间内七次访问过中国 并在2015年的时候 安南还来到过北京大学发表过演讲 鼓励中国的年轻人勇敢的去挖掘世界 并坚定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 还呼吁全世界应多向中国发展合作关系 因为他觉得中国将会在未来世界的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曾是联合国最强势的秘书长 处处针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去世后的他还受到了全球各国的哀悼 1938年 安南出生于加纳的第二大城市库马西 那时非洲的黑人地位非常低 到处都是殖民者的天下 如果黑人想要出人头地 读书才是唯一一个选择 不过好在安南的家底非常殷实 安南的父亲便从小让安南去殖民者的小学去上学 这让安南从小就接触到了英语和法语 这也为以后留学打下了基础 后来安南不负众望考上了库马西理工大学 当时加纳刚从英国独立出来 而这些小国家就深受美国和苏联的喜欢 希望他们能够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其中美国就给了加纳几个留学生的名额 而安南以优异成绩也成功拿下了留学的资格 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深造 并获得了管理学硕士学位 1962年安南进入了联合国工作 据说安南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吸引到了美国的关注 而美国决定大力培养他 希望他能够成为非洲有代表性的发言人 后来安南在美国的培养下一路晋升到了联合国财务部主任 当然除了美国的培养之外 更离不开安南自己的能力 他讲话温和并且还富有幽默感的话语 让各国的代表对他印象很深刻 1996年末 安南成为了新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 上台之后 安南就多次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他毫不留情的抨击美国 这也算是为数不多敢硬刚美国的秘书长 自从冷战结束之后 各国在联合国上的权力已经不平等了 大国一直在压着小国 还有失联合国建立的初衷 于是安南呼吁大家能够正确对待联合国的规则 但安南的发声只得到了小国家的支持 大国家还是非常冷淡 2001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 将会给安南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以此来感谢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 对全世界所做出的贡献 这也恰恰能说明安南在秘书长这个职位上 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2018年安南因病去世 世界各国都为他表示哀悼 就连美国都高度评价安南 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秘书长 足以见得这位非洲巨人的影响力 在这个地方 请按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